2020年要结束了 不过在最后还有两大天文美景 等您来观赏了 包括今年最盛大的双子座流星举 将在12月13号的晚上 到14号的凌晨登场 还有百年难得再见的 超近土星和木星 在12月21号的傍晚看到 如果没有机会去户外欣赏 也没有关系的 台北天文馆将会进行线上的直播 那始终说的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 这次不用等了 在12月13号晚上到14号凌晨间 就能迎接今年最盛大的双子座流星雨 因为刚好是遇到农历初一 不受月光影响 只要天气好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用肉眼看到 而双子座流星雨和大多数 来自长周期彗星的流星雨不同 今年的高峰期出现在 12月13 14号左右 预估每小时会有最高 150克的流星量 只要前往远离光源的辽阔地区或山区 将有很大的机会 能目睹流星化过天际 2020年为除了观赏流星雨 还有不能错过 百年难得再见的天文奇景 土木合像 将在12月21号当天傍晚登场 土木合像就是土星和木星相聚 平均20年才会发生一次合 而今年又比以往都要更特别 土星和木星将超近距离合像 距离上次看到这个景象 大约是在八百年前 错过这次就要等到二零八零年了 两大奇景在这个月一次登场 如果没有机会去户外欣赏也没有关系 台北天文馆将进行线上直播 让全国民众一起见证精彩的天象 华日新闻廖子轩张树民台北报导 别忘了 别忘了 幸兴